CBA消息 姚明或故意打压 杨明或随时下课 山东队租借辽兰猛将 姚明被骂上热搜 北京时间5月16日 在昨晚辽宁队与浙江队之间的生死大战终于落下帷幕 最终的结果不出意外 辽宁南兰获得了本赛季的总冠军 值得注意的是 在昨天上午 姚明专程抵达沈阳 一方面是为了见证辽兰激动人心的一刻 另一方面是为辽宁队颁发奖杯做准备 不过姚明在赛场上的表现 却有着让人难以理解 先是在比赛过程中 姚明不知道是最近太累了 还是比赛太无聊了 竟然直接坐在那里睡着了 而这一幕正好被录像大哥给抓拍到 姚明的举动自然在球迷中引发不小的争议 甚至还有球迷指出 就连篮鞋主席都这种状态 真的不怪浙江队投降是认输 除了在赛场上打瞌睡之外 姚明的脸也是一度霸展头条热搜榜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姚明在颁奖的时候 经常会黑着脸 表情相当的严肃 姚明的这种表情也是遭到了球迷的反感 如果说姚明作为蓝鞋主席 应该时刻保持庄重得体 本身就不苟言笑 但是球迷翻出的几次颁奖照片中 除了对辽宁队这样 其他的颁奖活动 姚明都是笑脸相迎 如此明显的双标表现 自然少不了被有心之人过度炒作 不过也有球迷对姚明表示理解 毕竟中国蓝坛在今年经历太多的事情了 姚明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心情不好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你如何看待这件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山东租界辽兰猛价 北京时间5月16日 山东南兰俱乐部近日通过官方社交平台 发布了一则通告 教练组迎来重大人事调整 王涵将不会继续执教山东南兰 下赛季将会由丁伟正式接任主教练职务 除了对教练组进行调整之外 山东南兰管理层还对本土球员阵容进行了优化 积极地与联盟其他俱乐部进行沟通 完成球员租界 转会等工作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近日山东南兰与辽宁南兰达成合作共识 在休赛期正是租界辽宁封县猛将吴昌泽 众所周知 清讯工作对于一支球队来说非常重要 甚至直接影响一支球队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向 但是山东南兰目前却出现了一点状况 青年球员有些跟不上了 自从王涵加盟山东队之后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一直以来都是采取了死磕主力的战术 这就导致年轻球员和替补球员 没有足够的出场时间得到锻炼 如果不是山东体育局 在背后定期输送青年球员 山东队早就会出现人才断层的情况了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也能凑合 但是大家别忘了 山东省还有一支CBA球队 山东体育局不可能只偏爱山东队 而这一次山东南兰主动出击 也证明了管理层已经认识到这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果这件事能够顺利达成 无论是山东队还是吴昌泽本人 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希望山东南兰能好好反思这次失败的教训 从中能够有所收获 杨明暗示随时下课 北京时间5月16日 在结束了与浙江队的第四轮比赛之后 辽宁队主教练杨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在回答媒体问题的时候 杨明的回答可以说堪称名帅发言模板 以至于很多球迷高呼杨明未来可期 在这次发言中 杨明的一席话受到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杨明表示 执教辽宁队三年以来 看看这三年都成什么样子了 没人会留恋这个位置 很难想象如果拿不到总冠军意味着什么 最害怕的就是无数球迷的谩骂 杨明的发言确实让很多球迷感到无地自容 在一味地要求辽宁队做出成绩的同时 几乎没有人会在意杨明肩上的责任都有多重 从杨明的发言中 也能明显地感觉到杨明执教期间并不轻松 甚至还萌生了随时准备下课的念头 巨大的压力一直压在杨明的身上 稍有不慎就会面对万劫不复 竞技体育的魅力在于不到最后一秒 谁也不敢轻易说结果 再次拿下比赛是对杨明执教能力的肯定 同时也是对杨明接下来工作的新挑战 谁也不能保证 接下来辽宁队能顺风顺水 如果在下赛季出现成绩下滑 球迷们会如何评价杨明呢 会不会一顶醉水总冠军的帽子扣在头上了呢